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是平行四面形ABCD 那它有一些EF5有一些关系 我们待会再看 重点在它想要求什么 AP向量怎么拆成AB向量跟AD向量的线性组合 那这个线性组合我们都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 就是斜角坐标 也就是两个基底部一定要直角 那要计算上要建立坐标就要选圆点 圆点当然就选了A最方便 A就把它选00 那B呢 B就是把它选10 D就是01 因为平时四边形 CE刚好就是B加D 那1在哪边 1是2B加C1 所以刚好是 它事实上是B比较近 就是C1比较长 C1是两个 B这么长 所以1点就等于是 三分之二的B 再加上三分之一的C 那类似的F点我们也可以让它出来 F点就是那个 二分之一的 二分之一的C加D 这样子都可以了 那我们接着呢 我们要求的是什么 我们要求的是第一线 我们现在就来建立一个直线 第一线 第一线 那也可以算出它的方程式 那接着呢 再来算一个 再算一个 第二个我们来看的是 VF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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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它换一下 这是说VF线 VF线 那我们来看这两个线的交点 第一条线跟第二条线交点 G 那就可以算出来 G算是四分之三跟二分之一 所以这样子这个数对就可以算出来 那如果呢 我们要用手算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来展示一下 就是说今天手算的其实也是差不多 只是有一些计算过程 那这个1点的 1点这时候就变成是 它们的X是一样 Y是三分之一 那F点呢 它们的Y是一样 X二分之一 那VF方程式呢 VF方程式 就是我一般来习惯说 我习惯用点 那个点斜式 所以说这斜率呢 这里是10跟二分之一 所以它斜率是 -2X 这应该Y等于 -2X 好 那再把这个10带进来 这比较好解 所以10带进来就变成是要加2 那 那个第一线呢 对 第一线 那就是 它变成是 那这斜率是 大概是 这3 这是3比2 所以斜率是Y等于负的三分之二X 那这里是带这个01 所以这加1 好 那把这两个 因为我都用这斜结式 这边都是Y 所以把这边加过去 这边加回来 这样其实是还蛮好解的 所以解出来之后呢 增加过去变成 X 就等于那个 1除过来 然后再 这四分之三 那接下来再带回去 Y就等于 二分之一 这样也可以就 很快的就算出来了 所以 这样子就是利用 以前我们很熟悉的直线方程式 就可以处理这个线性组合的问题 不需要再用那个什么三点贡献去调那个 系数比例 那重点是这个思维 就是说 计算过程我觉得其次 重点是个思维 他说 把以前 这种线性组合的东西 就变成是一个 解方程式的 这个问题 那我们 重点是我们就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 坐标的概念 这是 我觉得思维上的成长是比较重要的 谢谢大家